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這才是北大精神 教授必點高呼自由 還稱無西方化肥 中國人餓死一半 中南海哪些政策錯了?三中全會能糾正嗎? 脫北外交官曾和金正恩喝茶 報金主愛不可能是朝鮮接班人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7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副頻道是重磅內容 結尾會介紹今天副頻道的內容 歡迎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讓您的親朋好友都能得到真實的資訊 在亂世中自保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這才是北大精神 教授必點高呼自由 還稱無西方化肥 中國人餓死一半 習近平逐漸掌握權力 中國民眾各方面的自由不斷遭受打壓 近期 有網友分享一部影片 一名教授出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典禮時 透過演講呼籲畢業生要盡力爭取自由 許多網友紛紛感嘆 現在的中國恐怕已經無法容忍這種異音 認為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這種講真話的人了 推主雪柔今天在X分享了兩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張維穎教授 在出席畢業典禮時對學生們的演講內容 演講一開始 張維穎教授就強調 人類的創造力依賴的思想的自由以及行動的自由 然而 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不但限制人的自由 也扼殺了人們的創造力與企業家精神 張維穎教授表示 中國人最具有創造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以及宋代 因為這兩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相對最自由的時代 張維穎教授指出 西方國家經過一連串的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 逐步走向自由與法治的社會 但中國常年處在一個原地踏步的狀態 甚至會出現反其道而行的政策 張維穎教授稱 中國近30年取得的經濟成就 是建立在西方過去300年積累的技術基礎之上 許多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技術或產品都是外國人發明的 中國人就只是在別人建立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 張維穎教授認為 站在這種立場嘲笑西方 是一種非常無知的行為 張維穎教授以農業為例 稱中國人常以中國7%耕地能養活世界20%人口儀式感到自豪 但實際幫助中國人達成這個目標的重要技術化肥 卻不是中國人的發明 如果中國人不使用這些無機化肥 甚至可能會出現一半中國人餓死的局面 張維穎教授強調 如果中國想改變過去500年歷史上的空白 就必須持續提高中國人享有的自由權利 只有在自由的環境下 才能讓中國人充分發揮創造力與企業家精神 推動中國轉型成一個創新國家 張維穎教授也認為 推動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 更是每個北大畢業生的使命 只有自由才有創造 不少網友在看完演講的影片後發出感嘆 認為 現在在中國牆內敢講真話的人恐怕不多了 許多網友也稱讚張維穎教授 認為他才是真正的學者 並做了學者們該做的事 說了該說的話 也有網友指出 這段演講影片是2017年畢業典禮的記錄影片 在當時那個相對自由的環境中 還有機會能表達這種觀點 現在恐怕一講就準備尋釁滋事了 中南海哪些政策錯了?三中全會能糾正嗎? 中國的絕大部分民眾 他們只不過是政策的承受者 卻多半不了解政策本身是否存在問題 然而 當絕大多數民眾 特別是青年人中 思想比較活躍的人 都對中國的政治 經濟 社會現狀 表現出持續的焦慮時 這就說明 毫無疑問 中共的政策 路線出現了嚴重問題 導致大量經濟社會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自由亞洲電臺發表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旅美學者程曉農的評論文章認為 這種情況下 如果是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當中的一些政策錯了 具有必要展開決策圈的討論 哪些政策錯了 錯在哪裡 應不應該糾正或改變 試圖繼續堅持現有政策的掌權者是否應當被質疑 這是今後中國的方向能否有所調整的關鍵 但是 賬貓畫虎地開一個歷史上有過的三中全會 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嗎?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鍵詞並非三中全會 只要上層出現希望改變基本政策方向的部分共識 又存在著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 那麼中共的任何一次全會 都可以產生如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的結果 反過來 只要中共上層不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那種少見的政治氛圍 中共再開十次三中全會 也無法扭轉它的政策方向 文章說 那麼什麼條件下才會出現中共決策圈裡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呢? 只有當獨裁的共產黨領導模式進入集體領導模式時 上述的重大政策重新檢討才可能發生 也可以說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之所以當時的最高層對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發生失控 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氏高層獨裁的領導模式失靈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 鄧小平成了掌實權的第一人 鄧小平去世 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和習近平玩的都是獨裁統治 習近平走上了個人獨裁的道路 對中共體制來說 本來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必然 而這條道路的結果 就是今天 乃至今後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的根本原因 脫北外交官曾和金正恩喝茶 報金主愛不可能是朝鮮接班人 韓國間諜機構16日證實 一名駐古巴的朝鮮高級外交官李日歸 已逃往韓國 這是自2016年以來朝鮮統治精英成員中最新的一起叛逃事件 這位曾獲金正恩表彰狀的外交官因無法忍受卑躬屈膝的生活而選擇脫北 李日歸在接受朝鮮日報採訪時表示 直接促使他脫北的原因是對工作努力的不平等評價 以及由此帶來的挫敗感和憤怒 他指出 朝鮮外務省聚集了許多有權勢家庭的子女 而他的社會價值和出身被視為事物 相較於勞動者 軍人並不算好 去年 李日歸因頸椎損傷引發的神經損傷症向外務省請求前往墨西哥接受治療 但被拒絕 這促使他最終決定逃亡 他回憶說 從2023年7月起 他開始認真考慮脫北 11月初執行計畫 在這期間 他的體重減輕了7公斤 深刻體會到吃飯像嚼沙子的痛苦 李日歸描述了逃亡的驚險經歷 表示 北朝鮮當局會提前阻斷叛逃方式 擔心透露細節會對後續逃離者造成傷害 他還回憶了與金正恩見面的場景 稱 金正恩看起來像個普通人 但面色總是紅潤 似乎血壓很高 談及金正恩帶女兒金主愛出席公開活動 李日歸表示 這讓她產生了抗拒感 被問及金主愛是否會成為接班人時 他認為這很難實現 因為公開過多 會削弱神秘感和崇拜感 李日歸提到 金正恩在2012年朴錦慧當選韓國總統後 受到了很大衝擊 認為 朝鮮也應該大力啟用女性已成為正常國家 然而 李日歸指出 金正恩的反統一政策已在切斷北朝鮮居民對統一的渴望 儘管嚴厲打擊韓流 但居民對統一的期望依然強烈 被問及北朝鮮居民是否希望統一 李日歸明卻表示 他們比韓國國民更渴望統一 因為生活艱難 只有統一才能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最新副頻道的內容是 習要對江派出手了 宋祖英 曾慶懷驚傳被查 能用公款辦演唱會 黨魁被戴高帽 中南海背後有何算計 驚天大案非美女官逃逸 指紋與中共間諜相符 珍·艾利斯早失蹤 主任快摘表 央視直播她忙摘下40萬手錶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 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DreamTagini 4公里 8gun 8人 7人 4人 8人 7人 5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